下大雨还差点酿成意外 台中昨天下午突然降下暴雨 市区接连传出淹水的灾情 第三市场的一间百年饼铺旁天花板 疑似承受不住雨水的重量当场崩塌 差一点砸伤民众 还有一间咖喱餐厅客人吃到一半 天花板大漏水瞬间宛如小瀑布一样 另外台中地检署外头的自由路也淹成一条湍急小河 不少人看傻了眼都说根本就是台风过境 台中地检署前博游道路淹成了一条小河 看上去水流还很湍急 连机车都被冲倒 民众搭公车仿佛水上行舟 台中地区狂风暴雨 连室内的咖喱餐厅也在下小雨 雨水稀里哗啦从坎灯漏进餐厅内 客人用餐到一半赶紧跳起来夺水 店员也拿来厨房用的大盆子接水 请客人马上起立然后去到别的地方换桌这样 然后餐点我们也是重新免费再做一份给客人 大雨灾情还有这里 市场天花板碰的一声突然砸下来 百姨男子下意识跳开 差点被砸伤 一旁的店员猛拍胸口吓坏了 有一个先生他刚好就差一秒钟他就走过来 那整个天花板那个钢架全部都掉下来 整个钢架疑似承受不住雨水重量 当场掉下来还有不少天花板跟木板散落满地 不停漏水经发局赶来赶紧拉起封锁线 另外自由路大积水一度淹到了小腿 快半个轮胎高 地势低洼的一间檳榔滩 直接淹进屋内 积水退了后满屋子一片泥泥 店家急忙清理 十四号下午台中下起了暴雨 各地都出现了淹水灾情 还有骑士直接下车捞起鱼来苦中作乐 但是惊人的雨势让不少人惊呼 好比台风过境 记者方平文江志南洋极 A3小组台中报道